再來這些題目是有虛線的 有虛線就是表示前面高後面矮 從前四圖我們就基本上可以刪掉很多東西 四個 三個 兩個 再來你注意看喔 這裡有一個V字形 只有這裡有這個結構 所以老師就可以斷定 而且它位置是一樣的 這裡位置是一樣的 我就可以斷定這個東西長在這裡 好 所以這裡 它就會這樣子 對不對 好再來喔 所以這裡有一條虛線 看過去這裡有一條虛線 再來喔 這裡有一個這樣的造型 所以你看這裡有一個這樣子的造型 在這裡 好 好 好 可是這裡也有虛線 從這裡看過去 好 這裡 所以它會不會是一個穿透的 好 所以你看看這裡穿透的 好 這裡 這個平台還在 所以這裡有虛線 好 好 所以這個圖就長成 這裡沒有線喔 好 這個圖就長成這樣